跟着客人走满分在我手网校的家人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术网校 我是学术网校高中数学邓陈老师 那么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基本上意味着各位同学 你们告别了我们什么 高一高二的两年的基础年级的学习生活 马上就要怎么进入咱们这样一个高三 那么很多时候调解高三这个话题呢 大家都会觉得很沉重对吧 就是会想到可能各种各样的卷子 然后各种各样什么压力大 各种各样什么生活枯燥 那么其实从老师自己做一个怪人的角度来想 其实高三生活虽然说是很苦闷 然后呢也会很苦逼 但其实呢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可以怎么 可以苦衷作乐 对吧可以自己怎么 去寻求一些什么 就是可以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些可能题外话 那么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那么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课程 就意味着呢 你马上要准备咱们这样一个开始高三的复习了 那么咱们的高三的复习呢 分为了三轮对吧 一轮二轮三轮 就是基本上很多地方都会分为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相应的可能大家会很关心几个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是咱们的老学员 还是咱们什么新学员 就是会关心说 网校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怎么来利用 会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成绩 对吧 就是如何在网校这样一个 就是可能是在线 不是那种面授的这样一个方式 来进行一个学习会更加的高效 那么这是大家可能会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老师已经录制了一个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视频 大概是13分钟 就是上传到老师那个个人主页的新鲜社 那个置顶的那个位置 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 对吧 就是花13分钟来听老师唠叨叨 就是老师建议你怎么在网校学习 就是会更加的高效 OK 那么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啊 那么看完以后呢 你觉得还OK对吧 点个赞就点个赞 然后呢 你觉得特别的挫 你就可以怎么吐个槽 对吧 然后呢 你如果说还关心一些其他什么的话题 我们可以怎么 可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再推述其他的话题 OK 这是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作为高三同学 还会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我们高三 这个复习的过程当中 对吧 就是怎么来安排自己的复习 以及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应对 那么这个话题展开的话 就会说很多很多了 对吧 就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用着急 就是这方面的一些直播的讲座 还有一些什么课程 或者说一些什么 就是免费的视频 这个我们肯定是会推出的 对吧 所以大家到时候呢 就关注网校的活动就行了 那么今年这个高三啊 老师肯定会花什么 很大力气来带领大家 就是冲刺咱们 2015年的高考 那么好 这是这样一个 那么相应的可能大家还会 怎么样 就是关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咱们这样一个一轮的课程 怎么来弄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花一点时间 来说一说 就是咱们这样一个一轮的课程 是怎么来弄的 那么首先 咱们高考的一轮复习 你一定要明确这样一个目标 一轮复习的话是什么 是全面无死角的复习所有的常见知识点和提醒 注意啊 是常见的知识点和提醒 那么可能有同学已经听说了 或者说已经知道 就是咱们的高考呢 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点和提醒 怎么 都会考到 对吧 就大家想 150分 然后呢 20道题或者22道题 基本上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考到 对吧 那么有同学说 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考到 你为啥还要怎么 就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复习所有的常见知识点和提醒呢 就是因为不可能把所有知识点都考到 你不知道会考啥 就是你不知道会考啥 你是不是都得呢 就是全副武装自己 对吧 就是不能有什么 不能有这样一个知识点的一个盲角 所以我们要怎么 叫做无死角的复习所有知识点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咱们的一轮课程对吧 特别特别的长 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帮助大家把整个我们高一高二学过的 所有的问题 所有知识都怎么 都过一遍 所以这块 可能大家需要什么 花非常大的精力对吧 把这个基础打牢了 只有当你把这个一轮的基本的知识 这个基础打牢了 你才能怎么 你才能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 去攀登可能我们二轮的难题 甚至说我们三轮的什么 三轮的创新题 否则 你可能在前面 就会怎么 就会崩塌了 你就别想去什么 二轮或三轮 OK 所以这咱们这样是什么 一轮复习的一个目的 也就是咱们课程为什么那么长 那么加硬的就是 咱们来说一说 就是坑神一轮复习课程的规划 对吧 就大家会发现 咱们会有什么 会有理科的一轮复习和文科一轮复习 那么理科的一轮复习有什么 75讲 文科一轮复习呢 有65讲 对吧 咱们还会分上下 对吧 上是四十多讲 然后下呢三十多讲 或者上呢四十多讲 下呢是二十多讲 所以大家会发现 就是在这个地方 理科比文科会多 一部分知识点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那个什么 选修四系列 还有我们的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选修一些其他知识 这是文科不要求 但是理科会要求的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一块 大家会发现 咱们的上呢有四十多讲 然后下呢可能是二三十讲 对吧 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在暑假 花更多的精力把上学完 因为可能到了秋季 你并没有那么多时间 怎么来听课 对吧 所以可能为大家的下 就是咱们的秋季 可能相对来说 会讲述少一点 当然如果有同学比较的给力 在暑假 就把咱们往下的一轮复习课 给听完了 那么我觉得 你如果在暑假能够听完的话 那么相应的 你等到了秋季 或者说你暑假开学 对吧 已经开始补课 然后那会再去一轮复习课 你就会很爽 对吧 你那会就会很爽 OK 这是咱们这样一个什么 一轮复习课程的一个规划 那么相应的就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网校光听课 这是一方面 对吧 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听完课以后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会有很多的渠道 来帮助大家 可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说 课程会为大家准备 哪一些就是服务 来 除了课程以外 帮助大家 就是把这个一轮复习 打的好基础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关注的QO群 答疑和资料分享 那么相应的 咱们的QO群 会在咱们的第二奖 来进行一个公布 所以到时候大家怎么 关注第二奖的开头 就是那个QO群的公布 然后加QO群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提供自己在网校的课程 登录账号 对吧 因为咱们可能群里面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活动 还有资料的分享 对吧 然后呢 是让各位 就是咱们课内的学员 能够怎么 想到这样一种独家的服务 那么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就是大家都知道 咱们现在有什么 就是有这样一个直播的辅导 就是课内的直播 对吧 就是帮助大家 除了在听课以外 可能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基础上 再给大家来怎么 来去训练一些 非常经典常见的提醒 来进一步的怎么样 把这个效果给巩固和提高 那么咱们的直播辅导呢 会在咱们的暑假开多少场 大家觉得会开多少场 我就不卖关子了啊 我们会在暑假 就是老师会在暑假 给大家准备什么 准备16场的这样一个学习小组 哦不是 应该说直播辅导 先改名字 叫16场的直播辅导 那么时间呢 已经确定了 从什么 从7月16号到8月15号 就是每隔一天一次 基本上持续什么 持续一个月 所以大家到时候呢 就是看你的一个时间能 来参加就可以了 那么咱们在暑假的直播辅导 将会围绕着我们 一轮复习上的内容 来进行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咱们这样一个 盘数 三角 倒数 数列 这四个模块 OK 所以咱们可能就主要是 围绕着这四个内容 那么等到咱们什么 咱们的QG可能就会怎么 就会去关照到咱们 一轮复习下的那一部分的知识点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 那么咱们每一次的直播的辅导 都会有一个名称 对吧 你能够看到那个名称 你就知道 OK 我们这次要讲什么 对吧 在听这个直播辅导之前 你肯定需要怎么样 需要把相应这个 讲的内容的这个章节 给学完 对吧 然后到时老师还会的呢 给大家发这样一个 就是教室留言 也就是我们类似于什么 就是咱们网校的赞内信 还有咱们这样一个短信的通知 所以大家到时候呢 就一定要记住时间 OK 好 有了这样一个Q型答疑 还有资料分享 还有这样一个直播辅导 对吧 就大家都觉得 就是可能突然觉得 就是还是比较给力的 对吧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大家觉得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就不卖关子了 咱们还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东西 送给大家 是什么呢 就是石油奖的附贞课 就是来 同学们 发挥在你们聪明的大脑 就是石油奖的附贞课 到底是啥呢 石油奖的附贞课 到底是啥呢 发挥在你们聪明的大脑 我就不卖关子了 我就考大一个问题 就是 咱们全国 对吧 每年的高考 有多少张卷子 可以同学说 老师我不关心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是江西的 我只关心什么 我只关心江西的考卷 比如说我是北京的 然后呢 我只关心北京的考卷 我是上海的 我可能只关心什么 上海的考卷 那么咱们全国呢 有19张卷子 就是咱们的新科标卷 还有咱们各地的这种自主命题的卷子 对吧 那么由于咱们这样一个就是议论复习 是什么 是咱们2014年高考之前 录制的 所以可能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的一些题目的选取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2014年的高考题 所以为了弥补这样一个遗憾 老师特地在咱们的暑假 就咱们一文复习呢 给大家准备了什么 就是19张试卷的高考真题当中 难题部分的讲解 那么最后会呢 做成19讲的复证课 就送给大家 那么难题部分是哪些难题呢 基本上的选取标准是 每张卷子的选择题最后两道 舔空题的最后一道 以及大题的最后三道 就是这五道题 这六道题都是什么 难度刚刚的 对吧 我相信大家如果说 做过的话肯定都知道 就是我们会把每一张卷子的 这六道题 录成一个什么 录成一个负增奖 然后送给大家 方便大家可能怎么样 就是在那个 冲刺2015年的高考的时候呢 看14年的一些题目 那么相应的可能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注意啊 首先要跟大家体验说明一下 就是2014年的高考 大家都知道是6月什么 6月7号6月8号 对吧 然后相应的可能完整版的卷子 就是可能会出出书的 就是完整版的卷子 可能要等到什么 7月初才会出来 所以可能说 咱们的这个负赠奖的课程 上线时间呢 我需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或者说一下 就是我尽量会保证 咱们这样一个负赠奖 在7月底之前上完 就因为那会可能 对吧 大家会发现 老师要做什么 做直播辅导 而不但是咱们高分 要做直播辅导 可能高一高的年级同学呢 我们也要做直播辅导 对吧 所以老师那会 而且还要那会 就是暑假要上线要班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可能那会的时间 会相当比较紧 但是呢 老师还是怎么 还是会很多时候 抽时间来帮大家 在争取啊 我只能说争取 在7月底之前 录完 那么老师给自己 画了一个最晚的时间节点 所以最晚的时间节点是 是大家9月份开学之前 一定会录完的 就9月份开学之前 是这19奖 全都会在大家的什么 附赠奖当中 那么理科同学会收到什么 会收到这19奖的 理科的附赠奖 文科同学会收到什么 19奖的文科卷子的附赠奖 所以相信的 大家到时候呢 就千万看 这个title的时候 千万不要看错了 就是文科同学买理科同学 那个课程 然后理科同学买文科同学课程 那么这个时候 到时候就会有点崩溃了 OK 所以呢 大家注意到时候 一个查误时间啊 就是 看时间安排吧 我尽量争取什么 7月底之前都晚 那么最晚的时间 也就是9月份开学之前 就是8月底之前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监督一下老师 当然监督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催啊 就是 大家也能够想象到 那会儿肯定 我是会 一个盲风的节奏 对吧 我承诺给大家的路 送的课呢 一定会录完 对吧 所以大家到时候 不要催 OK吗 好 这是我们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在咱们课程以外 来帮助大家 就是来提高 这样一个成绩 OK 那么好了 咱们这样一个开头 这样一个介绍 就到此为止 那么下面 好 来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 简易逻辑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简易逻辑将作为咱们 这样一个 一轮复习的开篇制作啊 那么应该说 简易逻辑这个东西 如果说 追溯到老师上高中那会儿 就是上高中数学 对吧 应该说 简易逻辑那会儿 是作为什么 作为整个高中数学 的开篇制作 就是先讲简易逻辑 然后再讲集合 再讲函数 是这样一个顺序 那么可能咱们 现在的新课标改革 把简易逻辑放的 放到选修课本里去讲 对不对 那么相应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咱们这样一个 一轮复习的讲解过程当中 并不会 怎么样 按照咱们的必修 选修课本的顺序 来进行一个讲解 就大家会发现 咱们的那个什么 大纲 是把这个函数和什么 和导函数放在一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四个地方 可能更强调什么 是这样一个 就是支点之间的融合 对吧 一个综合的讲解 OK 那么相应的 简易逻辑这一块呢 相信大家学完你以后 你会发现 就是 简易逻辑自己本身并不难 你只要去明确一些什么 基本的常见概念 以及对应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注意一些细节的什么 关注把握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可能很多时候 它会和什么 其他的支点 进行一个结合 对吧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什么 这种什么冲药条件啊 冲闻必要条件啊 对吧 冲吨不必要条件啊 或者说什么 或者说这种什么 复合命题的形式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带领大家 把这个基本的什么 基本的这样一个 简易逻辑的概念 以及对应的一些细节 把握给大家讲一讲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穿插什么 其他支点的一个考察 OK 我们来看一下 快速的第一个命题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命题的概念 是说在数学中 我们把用语言符号 或者式子 或者式子 对吧 表达的可以判断 真假的乘数句 我们叫什么 叫做命题 判断为真的语句叫什么 叫真命题 判断为假语句呢 叫做假命题 对吧 就是说我们可以判断 真假的什么 乘数句 比如说如果我问你 你今天吃饭了吗 你发现这个什么 这不是一个命题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疑问句 那么比如说这个万能章 是高中 是学术网校高中物理老师 这是一个命题吗 这是一个命题吧 它是一个乘数句 而且怎么 也能判断真假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真命题 对吧 比如说这个瑞达书 是学术网校高中英语老师 这是一个命题吗 这是一个命题吧 但是呢 它是一个假命题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化学老师 对吧 比如说女神是学术网校 小学奥数老师 这是一个命题吗 这很显然也是一个命题 但它是一个假命题 对不对 所以相应的你要 首先看一下它是不是个命题 对吧 是一个乘数句 而且我们的什么 语言符号 四字表达 并且什么 可以判断真假 对吧 然后再进一步的什么 真命 判断为真的话 就是真命题 判断为假呢 就是假命题 对吧 OK好 这是命题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相应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要来讲一讲 就是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量词 就是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 那么所谓的全称量词和全称命题的话 就是说这个所有啊 任一个啊 对吧 在我们的逻辑关系当中叫做全称量词 那我们用什么 一个这样的符号来进行个表示 对吧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在去描述一些命题的时候 你会用到什么 各种各样的一些数学试试子 还有什么 还有符号 那么相应的就是这个啊 是大家很常见的 所以在这一块 大家也会发现 可能你在学什么 学必修一那一块的时候 你会经常碰到一些题目中 有这样一个什么 到三角到A的一个符号 那么可能会是因为果实 是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没有见过这个符号呢 那么是因为你的碰到那些题目呢 是很早以前的题目 就是非常非常老的题 OK 所以这个地方什么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全称量词 那么还有全称量词的什么 命题叫做什么 叫做全称命题 对吧 那么加一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举一个例子是什么 对于另一的N属于Z 二N加一是奇数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全称命题 并且呢 是一个真命题 对不对 那比如说换一个命题 就是所有的学术网校 高中数学老师 都是男老师 这是一个命题吗 所有的学术网校 高中数学老师 都是男老师 这是一个命题吧 而且是一个什么 而且是一个真命题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全称命题 对不对 OK好 这是我们的什么 全称量词和全称命题 那么和它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的存在量词 还有特称命题 就是什么 存在 至少有一个 在逻辑中通常称为什么 存在量词 我们用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符号 这样一个什么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E 对称过去来表示 对不对 那么相应的还有存在量词的命题 叫做什么呢 叫做特寸命题 然后比如说 有一个数数 不是奇数 对吧 就是说存在一个数数 它不是奇数 那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真命题 因为R它就不是奇数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存在量词和存在命题 那么相应的 这个对大家说 理解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而且你也非常的熟悉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存在量词 还有我们的什么 还有我们的全称量词 它在去写命题否定 或者说去写否命题的时候 它的一个否定的表达形式是怎样的 对吧 比如说 来我们可以给大家写的这样一些 这是都 那么相应的和全是类似的 它会什么 就是类似 对应到我们怎么样 是全部吧 所有吧 对吧 那么相应的地方只需要什么 注意一下就是 如果你要去写命题的否定 或者说什么呢 否命题的时候 就是都和全 它的一个否定应该什么 应该是不都和不全 而不是什么 都不 都不和什么 和全部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例子 就是学术网校的高中学位老师 都是什么 都是男老师 那么它的否定是什么 学术网校的高中学位老师 就是不都是男老师 对吧 那么相应的 我们在声音部去理解的话 就是 都不和不都 其实如果你从一个集合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都不应该是属于什么 不都里面的一组 这时候大家怎么听得有点 听得有点云 对吧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x和1 x和1 都是1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相应的 它的否定怎么写呢 它的否定 你可以来理解一下 就是 xy不都是1 xy不都是1的话 意味着 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x是1 然后y不是 或者说 x不是 y是 以及 x和y都不是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不都 它包含什么 三种情况 那么你这个地方的都不是 只是这三种情况 当中的一种 对吧 所以呢 注意这样一个情况 OK 好 这方第三个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 且 对应于什么 对应什么什么 或 对吧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写否定的时候 你碰到这样一个 且这样一个词语 那么它的否定就是 就是一个或 对吧 那么相应的地方 任意 对应于什么 有些 那么任意就是我们刚才的什么 就是 这样一个式子 对吧 这样一个倒A 那么有些和存在很多时候 怎么 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吧 就是存在也会对应到什么 所有 对吧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 全称量词汇和特称量词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否定的相互对应 那么好了 下面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很多时候描述上的一个 就是各数的问题了 就是 至少有一个对应什么 对应一个都没有 对吧 那么至多有一个呢 对应什么 至多有一个应该对应到什么 至多有一个应该对应到什么呢 这个地方 当时可能打错了 至多有一个应该对应到 至少有两个 对吧 至多有一个就意味着是零个或者一个 对吧 至少有两个呢 就是R34往后 对吧 所以会是什么 就有点类似于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补给的概念 对吧 这样一个补给的概念 OK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题 这就是我们什么 第三年的高考题了 有两个地方考了 就是一个是重听权 说对于任意的X属于R 都有什么 X平方大一点零 它的否定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你一定要明确几个观念的地方 对吧 这种任意 它的否定对应是什么 对应是存在 对吧 那么你前面否定了以后 那么相应的后面是不是也要去否定 对吧 X平方大一点零的否定 对应到是什么 就是X平方小于零 对吧 所以对于任意的X属于R 都有X平方大一点零 它的否定应该对应什么呢 存在X平方属于R 怎么样 使得X平方小于零 存在X平方小于零 存在X平方属于R 使得X平方小于零 这就它什么 这就它的一个否定 对吧 任意对应存在 然后这边的X平方大一点零 这边怎么 也要反过来 对吧 X平方小于零 OK 好来我们看下面这个 是四川的 对吧 就是说X属于Z 集合A是基数级 集合B是偶数级 如果命题P是说 对于任意的X属于A 然后RX属于B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它的否定是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ABCD是什么 四个都对应是它的一个否定 对吧 它的否定会什么呢 应该什么 对于任意的X 存在X属于A 什么 RX不属于B吧 想想 就是任意对应到存在 然后呢 这边是属于 你会怎么 否定成一个不属于 对吧 所以就大家会发现 这两个题 虽然说大家看这个地方很简单 但它确实是什么 确实是我们这个 13年的重庆和四川的一个高考题 那么这些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对吧 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题 就千万不要纠纷 OK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点 稍微难一点的题 就是说 命题 对于任意的X属于R AX平方减2AX加3大于0 横成力 是一个假命题 那么 要求使出A这个取子范围 那么这怎么做呢 这怎么做呢 这是对于任意的X属于R 怎么样 AX平方减2AX加3大于0 横成力 这是一个假命题 要求AX上位怎么做呢 那么这地方A有两个思路 有两个思路 就是我们假设这个命题P是P 对吧 那么相应的P如果是一个假命题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这样一个什么 复合命题的真假性 这个P是假命题 那么非P呢 就是真命题 对吧 那么非P是真命题的话 那么相应的你得首先怎么 你得首先把这个非P写出来吧 那么命题P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X属于R AX平方减2AX加3大于0 那么非P就是什么 非P就是存在X0属于R 然后呢 AX平方减2AX0加3 小一点0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相应的 这个P是假命题 非P是真命题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非P是个真命题来求解什么 求解我们A这个曲子范围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时候又和我们什么 二次函数的分析进行一个融合 对吧 那么这边怎么来分析 就这个还是比较好分析了吧 对不对 存在X0属于R 使得它小一点0 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我们的二次函数的图像 会有在我们L下方 就是只要你下方有一点 有一个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什么 R次向系数是一个含参的一个参数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 你要对这个A子 可能要进行一个分类讨论 因为开口向上 开口向下 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以及如果R次向系数是一个参数 它还不一定是R次函数呢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它等于0 它就不是R次函数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快速的 A大于0 A等于0 然后呢 A小于0 来进行一个分类讨论 对吧 如果说A大于0 它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那么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要存在一个点 它的函数值是小1点0的 那么只需要怎么样就可以了 只需要怎么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需要怎么样 你需要这个地方 得它大1点0吧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得给和我们的A子 是有焦点的 如果说有一个焦点 那么就意味着 那个点就是满足 这个不等式的一个点 对吧 那么如果说有两个焦点 就意味着这个图像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下面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满足条件 对不对 所以相应的就是一个什么 德塔大于0就OK了 对吧 那么好了 如果A等于0的时候呢 你发现 A等于0带进去 这边是0 然后3小1等于0 很显得很显得不成名 对吧 如果A小于0呢 A小于0的话 怎么办 就这个地方有同学 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稍微的就是卡一下 为什么呢 就他觉得 A小于0的话 存在的分离属于 R 满足这个不等式 他会觉得 是不是停不出错了 因为可能平时会很多时候 怎么样 去做A小于0 然后是一个横层离条件 横层离问题 对吧 那么做一个横层离问题 你可能还怎么 考虑德塔的情况 对吧 但是现在如果说A小于0 你想 A小于0是开口向下的 所以甭管你的德塔是怎样 你是和我们这个地方相交 对吧 和A等于相交 还是什么 还是相切 还是说相离 那么这个图像一定在什么 在下方是会有图像的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非常简单 就是A小于0 全部都成立 对吧 就是小于0数全部都成立 对吧 那么相应的就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小于0 对吧 这个不行 然后这一方解压不等式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这个不等式很好解 B方减4AC 就是4A方 减12A 大于等于0 你会得到A小于等于0 或者什么 或者A大于等于3 那么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是建立在这个大的前提条件下 然后解了这个什么 范围 所以你首先得跟他取交集 最后再去取并解 对吧 他和他取交集就是什么 就是A大于等于3 然后他和他取并解 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答案选A OK 那么就是我们这样的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根据他的一个否定式真命题来进行的求解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来我问一下 能不能用这个命题P 是一个假命题来求解呢 就是说我不去写他的什么 我不去写他的否定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一个技巧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呢 要去琢磨和看一下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你是从正面去求比较好算 还是说从反面求会比较好算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方法是不是就类似于从正面去求 对吧 把他什么 把他的否命题写出来 把他的命题的否定写出来 然后他去跟什么 他是一个真命题然后去算的 对不对 那么地方你还怎么做呢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来分析这个式子 对吧 是不是可以直接来分析这个式子 对吧 那么分析这个式子的话 那么相应的就是说 他如果是横成立的话 那么同样的 up像技术是一个参数 你得去分类讨论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如果他是横成立的话 意味着我们的图像 永远在左上方 而且不能相切 对吧 所以相应的同样你分三种情况 a大于0 a等于0 a小于0 那么首先哪种就可以直接排除了 a小于0是会直接排除的 因为开口向下 不可能保存所有的x的 对你的含数值都大于0 那么a等于0也很好判断吧 把0往里面带就是0减0加3 你会发现3大于0OK 是所有都满足的 所以a等于0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相应的a大于0的时候呢 a大于0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 a大于0的话 那么它要使得什么 使得我们这样一个函数值全都大于0 就意味着图像要在x的上方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图像应该是怎样的情况 这是x的轴 这是y 这是图像 所以怎么 dta小于0 对吧 那么能不能等于0 那么等于 就是这个地方很多时候 就是我刚刚强调过的 就是这种题目不难 对吧 就是你把一些细节把控住 那么这种题就一定是可以做对的 那么你需要稍微想一想 就是等于0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等于0的话 意味着这个函数图像会和x都相切 对吧 那么和x都相切的话 能够对于所有的x 数据啊 都是满足这大于成0 你发现刚好那个切点 是不是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做这种题目呢 稍微的脑子多想一点点 多想一点 所以相应的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算dta小于0 是不是可以了 那么dta小于0的话 往里面带的就是 4a方减12a小于0 所以a小于3大于0 对吧 所以第一种情况 a大于0和a小于3大于0 取一个交集 就是a小于3大于0 然后三种情况取什么 取并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根据 这个乘力是什么 算出a小于3大于0 对吧 那我们刚才是假设 这是一个真命题 然后算出了什么 这个范围 那么现在它这个假命题 那么对应的a的范围就怎么 是不是刚好和这个求解范围 是一个补集的关系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它的补集是什么 也是我们的a选项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 大家很多时候呢 去稍微的取舍一下 就是你从哪个角度算 会更简单 对吧 并不是说这样算就简单 然后刚才那个方法 那样算就简单 你还是要根据实际的 题目情况来看 对吧 做一个定夺 OK 好 这是可能相对来说 你会发现 就是这个命题 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幌子 对吧 它更多的是考什么 考我们这样一个 前面的知识 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呢 都是这样一个单个命题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些 就是把几个命题呢 通过一些什么 逻辑连接词 就会组成一些复合命题 那么相应的 这个常见的复合命题 有哪些呢 第一个 就是起 对吧 那么它用的符号呢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描述 就是这样一个两条 这样的写线 我很多时候去记它的时候呢 就是会和我们的什么 集合运算那块的交集 是类似的 因为交集很多时候是什么 求两集合公共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概念 对吧 有共同的感觉 那么这方的起 也是一个这样的共同的感觉 而且它什么 它的一个口的朝向 但也是向下和我们什么 和我们的交集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方是P且Q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相应的或 就是什么 就是P或Q 那么用符号来描述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口向上的 对吧 那么和我们的并级 是不是也是一个感觉 对吧 OK好 那么第三个就是 我们刚刚已经接触到的 就是非 对吧 就是非P 或者说叫P的否定 那么相应的 它的一个符号表示呢 是这样一条什么 这样一个折线 然后呢 是折线P 叫做什么 非P或者P的否定 那么相应的 在这块可能大家会觉得特别痛苦 对吧 当初学选修的时候 就觉得很痛苦的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命题的否定 和否命题 对吧 它有什么区别 那么这个呢 咱们等到下节课 我们讲四种命题的时候 到时候给大家讲 对吧 把命题 把否命题讲完 我们来看看否命题和命题否定 之间有什么区别 OK 好 这是拿了这样一个命题 以及一些逻辑连接词 我们可以主成什么 主成这样一些复合命题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 大家主要会关注一点 或者说考察大家一点 就是这样一个命题的真假性 就是PQ的真假性 和我们这样一个 复合命题的真假性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你会面对什么呢 就是 给你两个命题PQ 然后就推到什么 就给你两个命题PQ的真假性 然后推到什么 推到P或Q P写Q 或者说是非P 这样命题的一个真假性 对吧 那么相应的 它们的命题之间真假性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第一个 就是P写Q 那么相应的 这地方大家只要记住什么 对于P写Q和P或Q来说 你只需要记住 它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可以了 比如说 如果P写Q为真 那么只有一种情况 能够使得它为真 对吧 什么情况 就是当P和Q都为真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什么 P写Q为真 那么相应的其他情况 比如说 P真Q假 P假Q真 PQ都假 那么相应的 P写Q都是假 对吧 所以你可以这个地方 来记一下 怎么记呢 就是一种方法 PQ都为真的时候 才会有P写Q为真的 如果PQ当中 至少有一个假 注意啊 至少有一个假 那么P写Q呢 都为假 对吧 这是P写Q 那么相应的P或中呢 P或Q为假 当时也仅当什么 P和Q均为假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PQ都为假 才能推出P或Q为假 这是一个记者思路 还有个思路是什么 就是PQ当中 只要有一个是真的 注意啊 只要有一个是真的 那么P或Q就一定是 一定是真的 OK 这是我们P或Q和P写Q 那么相应的第三个 就是非P和P呢 真假性是相反的 这个我们什么 我们刚才那些说的 就运用到了 对吧 就是命题和命题的否定 它们真假性 一定是相反的 对不对 OK 好 那么我们刚刚说了 大家可能会面临什么 就是你知道PQ的真假性 判断什么 判断P或Q P写Q的真假性 对吧 这个是很易对的事 对吧 比较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 逆向推倒的过程 你知道P写Q的真假性 以及你知道P或Q的真假性 你能否推出 PQ本身的真假性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注意啊 如果命题非P和命题P或Q 都是真命题 那么问你P且Q 还有什么 还有非P且Q 是什么命题 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你要判断 这两个命题的真假性 那怎么样 你是不是先得搞定 PQ本身的真假性 对吧 所以相应的 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 就是拿它们两个 推到什么 推到PQ的真假性 再拿PQ的真假性 推到什么 下面的真假性 对吧 那么这个题 你明白这一点以后 那么就还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来 非P和P或Q 都为真命题 那么好了 非P为真命题 那么意味着P就是什么 P就是假命题吧 对吧 那么P或Q为真命题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刚前面说过 P或Q如果为真命题的话 那么它的要求非常的低 就是PQ至少有一个为真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现在P已经是假了 那么PQ至少有一个为真 就意味着一定 怎么样 Q是真的 对吧 所以就得到第一个什么 P假Q真 那么P假Q真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什么 P且Q是真还是假呢 是假吧 因为有一个假 对吧 OK 所以第一个是假命题 第二个 非P且Q是什么命题呢 非P且Q的话 非P是真的 Q也是真的 那么两个真 且的话就是真 对吧 所以第一个答案是 假命题和真命题 来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说 非P或非Q是假命题 那么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利用两个复合命题的一个条件 推出了什么 PQ真假性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利用的是什么 一个复合命题的条件来推出真假性 那么下一个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一个复合命题的真假性 如果说这个地方的什么 答案为一的话 那么是不是只有什么 只有当这个地方一个或命题是假 或者说一个且命题是真 对吧 比如说非P或非Q是假命题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非P和非Q都是假 那么非P和非Q都是假的话 那么相应的怎么样 就是PQ就是真 对吧 PQ是不是真了 那么相应的 PQ是真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P且Q就是什么 就是真的 对吧 P或Q呢 也是真的 对吧 只要至少有一个真 那么它也就是真 那么两个是不是肯定满足 那么非P呢 非P就是假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用一个过命题是假命题 可以唯一的推导出什么 PQ真假性 对吧 那么相应的 比如说如果能天给你一个这样的命题 非P且非Q是真命题 那么相应的PQ真假性 怎样呢 这时候非P和非Q必须保证同时为真 是吧 非P非Q同时为真 就意味着PQ是吧 都是假 好我们看这个题 这个题就属于考试特别喜欢考 然后呢 同学们呢 都特别痛苦的 就是什么 就是 非有我们前面的什么 就是利用这样一个 复合命题的真假性 来判断我们这样一个什么 PQ的真假性 然后呢 你会发现 ABCD四个选项 把很多知识点都考进去了 对吧 那么这种题呢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同学们可能会吐槽 就是说 这种题属于老师特别喜欢的题目 为什么 一到题目考了大家很多知识点 对吧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验 就是你这样一个基础 是否牢固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 这个是不是会考很难的一个知识点呢 和很难的那种什么 变换技巧的 绝对不会 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基本知识点 就看你基础掌握了怎么样 好 那么相应的你要去怎么样 判断ABCD哪个 那么相应的 其实你要怎么样呢 你肯定得先把什么 把上面这个复合命题的这样一个结论 或者条件 转换成PQ的一个真假性吧 OK 好 P或Q为真 P且Q为假 那么好了 如果不看后面这个 如果不看后面这个 非P为真 那么P或Q为真 P且Q为假 你能够得到 PQ真假性是怎样呢 我们经过前面的分析 P或Q为真的话 意味着至少一个真 对吧 P且Q为假呢 意味着至少一个假 那么一边是至少一个真 一边是至少一个假 所以最后一融合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PQ是一真一假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这两个条件 A并不能够唯一的确定 PQ的真假性 对吧 它只能怎么样 只能会对应到两种情况 但是对方又给你加了个条件是什么 是非P为真 非P为真的话 意味着P就是假 对吧 那么好了 P是假的话 你再根据刚才是一真一假 所以最后确定什么 P是假 Q是真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能够很快的反应过来 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会对你后面做题呢 会节省很多时间 对吧 因为你后面这个每一个都不简单 你都得去判断一下 好我们来看地方啊 P假Q真 第一个满足吗 P0等于空击 很显然怎么 这是假的吧 Q呢 零属于空击 这也是假的吧 所以我们的A选项是 PQ都为假 对吧 B选项 在三小型ABC当中 Core分于2A等于Core分于2B 那么会有什么 会有A等于B 那么这个是真来假的呢 嗯 这个真来假的 可能有一个同学会在这地方卡一个壳 对吧 就是他总会去想到 在学翻角的那一块的时候呢 就是 这个地方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个家伙 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个家伙 对吧 然后有同学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记忆还比较是深刻 他知道这个地方 分于2A等于分于2B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两个角 2A和2B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他们才能够直接相等 也就是A等于B 对吧 还有什么可能呢 还有可能说两个什么 两个角相加为180度 它的正旋值也会相等 所以相应的除了有A等于B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A加B等于90度 所以这个地方会吹出什么 他会得到这样两个角度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注意看清题目啊 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是 cos2A等于cos2B 对吧 那么cos2A等于cos2B 如果相等的话 那么2A和2B是不是只能 只能是相等 而且是在三角形当中 所以它其实是有限定范围的 所以2A和2B是不是只能够相等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 2A和2B相等 那么A和B就什么 就相等 所以P是真的 对吧 Q呢 Y等于3X在0到2分之π是真函数 这个对吗 这个也是真的 对吧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基本内容 所以P就多位真 不符合 对吧 不符合 那么好 我们看C C的话 P是说A加B 大于等于两倍 更好一倍 这个对吗 这个也是不对的吧 这就考察一点 就是均值不等式的应用前提是什么 是A B都位正数 如果这地方A B同位附数 那么右边这个地方是个正数 左边是个附数 很显然就不成立 对吧 所以这方P是假的 那么Q是真的假的呢 Q是真的假的 这个不等式 我相信很多同位可能第一个眼看到的时候 会觉得 会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我猜测一下感觉 会觉得这方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挤 对吧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挤 因为可能说 如果说听过咱们原来的课的话 就是大家会记得说 绝对值不等式怎么样呢 是不是要去平方一下 但是他平方一下 发现这方就完了 因为左边平方是x平方 右边平方呢 也是x平方 然后就觉得 x平方大x平方 这家伙无几啊 对吧 那么注意 我们那会说过是 如果两边都是绝对值 或者说两边你可以判断 它都为正 那么你是可以平方的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 我们地方x 觉得大于x的话 那右边的x可能怎么样 可能是一个负数 你能去直接平方吗 不行吧 比如说 如果1大于4 那么你平方一下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1大于4 这个很显然是什么 不成立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 这个不能怎么来解呢 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什么 当x大于0的时候 x绝对值等于x 你发现 x大于x 这个家伙不靠谱 是吧 或者不对 当x小于0的时候 x绝对值等于负x 那么负x大于x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2x小于0 你发现怎么 你发现这是纯粒的 对吧 所以相应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会有 解析是负来到0 所以呢 这个地方P是假 Q是真 满足条件 所以答案选C 对吧 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D选项 D选项这个地方 我们主要是来看一下P 来看一下P 就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式子呢 有没有这么判断的方法 Q是一定是错的 对吧 你把这地方-1往里面 但你就会发现 -2加1等于-1大于0 很显然是错的 对吧 那么P 我给大家想的时间 是对来错的 对于类的xy 对吧 x平方加y方 大于x-1 横成立 那么这是对来错的 这对来错的 就可能会 从那一开始感觉 是错的 对吧 那么怎么来证明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x平方-x 加1 加y方 对吧 大于0横成立 你可以把右边的 移到左边 那么这个会永远成立吗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考察一点 就是 从我们高1 进入到现在 大家可能马上升入高3 就是我不知道 大家在多少场合 遇到过这个式子 就是你肯定会在后面的 做的过程当中 也会经常的遇到它 就是如果单独拿这个式子 给大家 大家会知道 OK 它是一个什么 比较大于 因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你算data 还是我们去配方 都会有什么 都会有x点 2分D的平方 加上3分3 对吧 那么这个大于0 加3分3一定的吗 一定是大于0的 那么再加个y方 也一定是大于0的吧 所以这个平是真的 那么我不知道 大家有多少 可能遇到过这个式子 就是如果让你去弄 搞定这个是大于0 怎么办呢 这大于0怎么办 就基本上很多人 一开始拿到这式子 都会怎么 去对xy分类讨论 还讨论非常嗨的吧 如果xy同为正 或同为负 你发现OK 是成立的 对吧 如果是xy一正一负 这个时候就可能纠结的说 y有没有可能很大呢 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对吧 然后x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然后相应的这个地方 虽然感觉x方和y方 是正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 这个负xy 怎么样 它也会怎么 它也会比较 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对吧 那么相应的这些方 怎么办呢 它的次度 其实和上面是一样的 就这么 就是你把这个y方 分解成一个四分之一的y方 然后四分之三的y方 那么四分之一的y方 可以和前面配方 就会变成 变成x减二分之y 的平方 加上四分之三的y方 大于点零 OK 这个家伙怎么 大于点零 这个家伙呢 也大于点零 所以它整理的 会大于点零 对吧 就是这一步的猜向配方 我希望各位同学呢 还是有一个印象 OK 好 来 这个题我们过了啊 据大家会发现就是 还是考察了非常非常多的质点 对吧 所以这一块也是这个 简易逻辑的题目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就是虽然说我不难 对吧 然后我的一些概念呢 比较简单 然后呢 大家只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就行了 但是我会拉很多的小伙伴过来 对吧 比如说我拉了什么 我拉了三角函数 我还把什么 我还把这个地方解三角形拉过来了 我还把均值不等式给拉过来了 我还把什么 把这样一个简单不等式拉过来 我还把什么 集合给他 拉过来 对吧 就是拉了很多小伙伴 对吧 来和大家见面 OK 好 我们来看下面题 这是什么 这是 虎北一三年的高考题 我觉得也是考得非常漂亮一道题 就是 再一次跳伞训练中 加一两位学员呢 各跳一次 设命题P呢 是假落在指定区 Q呢 是已落在指定区 命题 至少有一位学员 没有落在指定区 那么 可以表示成下面哪一个 就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给大家的一个难题 在于就是什么 利用我们这样一个 逻辑连接词和命题 来组成这样一个复合命题 表示什么 表示一些实际的问题 那么至少有一位学员 没有落在指定区域当中 那么想一想 至少有一位 其实这个地方隐含怎么样 就是 假落已不落 假不落已落 以及 假意怎么样 都没有 对吧 所以相应的 它其实会怎么样 里面包含三种情况 对不对 那么很多时候 包含三种情况 你可以想一想 这个最终 就是你是用一个豁命题 还是一个潜命题 那肯定是一个豁命题 对吧 那么是一个豁命题 还要是什么 还要是没有落在指定区域 那么现在的P和Q 都是什么 都是落在指定区域 那么如果P代表的是 假落在指定区域 那么 假不落在指定区域 怎么办 是不是就非P了 对吧 那么以不落在指定区域呢 是不是就是非Q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刚已经分析了 应该什么 应该是一个豁命题 所以是非P或非Q 所以答案选了 大家就选A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题目还考得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 是最后道理题 这道理题还是有点难的 有点难的 就是说 关于不等是X呢 关于X不等是X-206 决定值 加上X-208 决定值 大约A横成立 命题Q呢 是说关于X的函数 Y等于log A2-AX 在0到1上 是个减函数 然后如果P或Q为真命题 P且Q为假命题 要我们求这个实数 A这个取得范围 那么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怎么 就是利用复合命题 判断PQ增假性 然后再根据PQ增假性 求出这个什么 比如说P为真 Q为假 那么你可以求出 P真时候A的范围 然后Q假时候A的范围 然后怎么样 再取一个交题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那么相应的地方怎么办呢 这是肯定第一步 利用什么 复合命题增假性 怎么样 判断这个地方 什么 就是PQ的一个增假性 那么P或Q为真 P且Q为假 那么P个增假性 是怎样的 怎么样的 这是我们前面 也遇到过吧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PQ一真一假 但是这道题 不像那道题 还有一个第三个条件 可以帮助你锁定 一种情况 那么这道题 没有第三个条件 所以怎么样 你会发现 你可能要去分类讨论 就是P增Q假 一种情况 P假Q真 第二种情况 对吧 那比方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种情况 P增Q假 对吧 第二种情况 P假Q真 那么这个地方 就会涉及到 这个范围 A怎么去算的问题 对吧 这个范围怎么去算 比如说 P真的时候 就意味着 这个命题是成立的 对吧 然后你可以算出 A的范围 那么很多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去算一个命题 为假命题的时候 这个范围呢 不太好算 或者大家会觉得 特别的别扭 为什么 就是你要算一个命题 是一个假命题 对应的一个参数取得范围 那么你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 先把这个命题的什么 把这个命题的否定 给写出来 像一样 对吧 就是你把它的命题的否定 写出来 然后它的命题的否定 是个真命题 再利用那个否定 是个真命题 去算一个范围 对吧 然后再怎么 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相应的 我们有什么简单 或者更加简便的一个方法呢 就你来看 我们刚前面已经应用过了 就是你要算Q假的时候 它的范围 那么你可以说 我先算出Q真的时候的范围 然后呢 取一个补级 是不是就是Q假的范围 对吧 所以相应的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你只需要算什么 你只需要从正面去算 就是P为真 Q为真的时候 这个A的曲子范围 然后相应的 再用补级算出 P为假 Q为假 A这个曲子范围 对吧 很多时候 我们从正面去思考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 会更加的顺畅一点 OK 我们来看 如果说P为真 如果说P为真的话 就意味着 X-206的角色值 加上X-208的角色值 大约A是横成立的 那么这个问题 怎么来解呢 而这个要解起来 还是会有一定难度的 并不是那么轻松搞定的 对吧 那么地方怎么办 就是这种横成立问题 大家基本上已经做烂了 对吧 或者说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其实会转变成什么 左边这个函数的最小值大约A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左边这个函数 最小值怎么求呢 那么两种方法 第一种 就是左边是有两个绝对值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现在看到绝对值 这样一个概念 是怎么去把它操作的 就大家注意 很多时候 如果说出现这样一个绝对值的话 基本上大多的情况下 对吧 都会对应到 你要去分类讨论 对吧 因为你会尝试 把这个绝对值打开 那么相应的 打开绝对值的过程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分类讨论的过程 那比如说这地方 要分几种情况讨论 很多时候这个地方 就大家可能已经忘了 对吧 因为那天 就是有一个初一的老师 就是初中数学老师 这个涛哥 朱涛老师 然后在那给初一的小朋友 讲这个就是绝对值分点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当时特别的惊讶 就大家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平时给大家答疑的时候 可能说 我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体的绝对值 那么如果要去分类讨论的话 怎么分类讨论呢 就大家都是一头雾水 但是我发现就是涛哥在那里 给初一的小朋友讲 那个这个绝对值分点的时候 然后初一的小朋友们都非常的给力 然后我就瞬间觉得 原来这个东西是大家在初一时候就学过的 就是看到多个绝对值的问题 对吧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 现在到了高中阶段 看到这种多个绝对值 都会觉得 有点恐怖 对吧 现在是两个 如果给大家翻过 我觉得大家可能又会觉得 还能忍 对吧 那么如果说有同学 可能到了高三首会期待自主导人考试的话 那么大家肯定会去做到 肯定会做到一道题 就是应该是 2011年华越 华越还是北越 我忘了 就是北越的一道考试题 然后猜到有多少绝对值呢 那一年是2011年 对吧 不多 2011个绝对值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出于 换到模拟题的话 今年是什么 今年是2014年 对吧 然后我们呢 就是2014个绝对值 对吧 所以这个题目呢 改起来很好 所以那会儿 如果大家看到那样绝对值的话 就疯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致就是 就有点扯 题外话去了 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左边这个地方怎么分类讨论 就是根据这个里面的这个点吧 对吧 这个这里面为0的点 这里面为0的点 所以分什么情况上呢 分x小于206 对吧 左边那一段 x小于208是左边那一段 然后呢 x小于208大于206 是中间这一段 还有x大于208是右边那一段 对吧 所以你可以去分类讨论 然后会得到一个什么 分段函数 求这个分段函数的指导值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这是从一个函数集 是个角度 入手 那么还能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更加直观形象的一个思路 就是什么 就是图像 那么大家去把那个分段函数 图像稍微画下来就会发现 什么 就是它的图像呢 是先一段地形 再一段平的 再一段什么 第一段的图像 对吧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它的指导值会在哪去 就会在这地方去 是什么 是2 所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A 小于 对吧 那么好了 这是两个绝对值图像是这样的 就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也是我们在可能就是那道 北约自主创造成考试题的一个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 就是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有三个绝对值 对吧 这个图像会是怎样的 一直到什么 比如说2011个绝对值 这个图像会是怎样的 然后2014个绝对值 它图像会是怎样的 对吧 那道题的一个基础 其实会在于你对于这个图像 首先要有个直观的判断 然后再去求解 否则你真的会一头五水 就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对吧 然后到时候如果你说你思考有这样一个结果 咱们可以拿 到时候在Q型当中 咱们可以来交流一下 OK 好 那么相应的这个说 Q为真的时候就是A小价 对吧 那么相应的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前面分析过了 就是要求Q为假的话 那么我们不妨怎么样 我们不妨去求Q为真的时候 A的范围 然后再怎么样 取个补给 这个可以了 那么好了 这方Q为真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函数在什么 0到1上是一个减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数函数 对吧 大家都发现了 而是一个什么 而是一个复合函数 所以相应的你需要怎么样呢 你需要根据这样一个复合函数的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单调性 来判断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A的取值 那么一些细节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首先A在底数 A大于0且A不等于1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这样的复合函数 内层是一个2减AX 这是一个什么 一次 Y层是Y等于LogAU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对数 那么好了 A大于0且不等于1 这个内层是一定递减的 内层一定递减的话 它要整体是一个减函数 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外层要递增 就是根据同真一简性原则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 外层要递增的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A1大于1 对吧 那么可能有一些同学 求到这个地方就觉得 啊大功告成结束了 对吧 那么又一个细节来了 就是大家注意啊 就是在这个定域内是递增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数值来说 我们知道 你永远永远得怎么 保证这个地方 它的帧数要大于0 对吧 保证这个帧数大于0的话 那么相应的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要2减AX大于0 对于0到底是很能力的吧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方AX移到右边 然后尝试把X除到左边去 那么由于X是可能等于0的 你还得怎么 把0带进去 你去讨论一下 发现A0是完全可以的 对吧 那把0给刨掉以后 就会变成什么 A小于X分之2 那么A小于X分之2 对于0到1是横成立的 那么相应的只需要保证什么就可以了 保证这个地方我们怎么 我们的A是小于X分之2 在0到1的最小值 也就是几 也就是R 对吧 所以A大1 A小于R 所以PQ为真的话会对于什么 A小于R 大于1 对吧 A小于R大于1 那么好了 现在我们把P为真 Q为真呢 都求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 怎么 分类讨论说 对吧 P为真 A小于R 必用情况 然后Q为假 取什么 取它的补给 A小于R点1 或者什么 或者A 大于R 那么两个一交 你会发现 是这个和这个会相交 所以会得到什么结果 A小于R点1 对吧 那么好了 第二种情况 我写这边 刚刚写过去 如果P为假 A大于R Q为真 A小于R大于1 这时候你发现 这两部分的 交集为空集 对吧 所以相应的最后两种一结合 取一个B级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A小于R点1 所以这个结果答案就是A小于R点1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这道题会怎么 会对大家来说 就是难度会 相对前面的题会更难一点 但是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应该还是 OK的 因为这种什么 分析求参数值的一个问题呢 应该对大家说 肯定是需要掌握的 OK 那么好了 咱们这节课呢 就上这个地方 那么下节课 我们会把什么 就是简易逻辑这一块 可能最后的一部分内容 当然也是相对来说 考察频率最高 也是最难的 什么呢 自动